以圣青年断案无数,铁面无私死后却永无宁日,究竟败谁所赐? 开封有个包青天,铁面无私便中间,江湖豪杰来相助,王朝马汉在身边,相信大家对这句歌词都很熟悉,对于八年后的我来说,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必看的一个电视剧,包青天,里面的包长黑炭似的脸, 额头印有一个月亮,有公孙策这样一个文将,展昭这样一个武将,还有王朝,马汉,张龙,赵虎追随左右。 包青天作为宋朝时期的众臣,开封福尹,审理的案子不计其数,而且包青天审理案子不必权贵,充分发扬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, 惩治了很多的贪官,权贵和豪门,因此在世的时候得罪了不少的人。 包青天深知这一点,他想到自己死后会被人暴富,所以他为自己准备了二十一口棺材。 包青天死后出病当天,从府衙同时出来了二十一口棺材,分别埋在了不同的地方。 即便这样,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,考古学家找到了包青天的坟墓,令考古学家叹息的是,包青天的尸骨只剩下三十四根,坟墓里被折腾了乱七八糟不说,就连棺材都被乱刀砍得七零八岁。 这样的做法肯定不是盗墓者所为,盗墓者虽说窃取珍宝,但对死者十分的敬重,绝不会做如此不堪的事。 俗话说道已有道,那究竟是把谁所赐的? 包青天,一身清廉,断案无数,铁面无私,他得罪了多少的大官贵人,想必是得到了这些人的报复,这些人在包青天生前压不过他,只能在他死后羞辱的,让他永无宁日。 现在的社会义是如此,好人不一定有好报,但我们也还是要做好自己,活得真实。